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去放这个标题文字 刚刚这边不是已经有一个背景了吗 背景 然后背景完毕之后就是什么 标题文字 标题文字 那标题文字怎么放 我先暂时把这个图片放到旁边去 因为正式的一个使用都还没有讲 好那我们来去看标题文字 你总要对自己的主题给予一个适当的标题 什么适当标题呢 例如说我的是一个直播的电脑课程的一个宣传 或者是这是我的目的 所以呢我在这上面 我在这上面我就会有一个 例如说标题文字 那通常啊通常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你从没有变到有 可能就是用文字方块 可是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插入底下它有广告 它有广告 我觉得这些广告你可以拿过来直接应用 也不错 拿过来应用也不错 好 例如说除了广告 还有那个就是说传单啊 这些下面还包含了一些字你只换字而已 它都帮你组合好了 你就把适当的地方放一些相关字 例如说我就随便选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这边有一个广告传单 对不对 然后广告的标题 然后接下来你把重要的一个项目列在这边 组织的名称 好 然后时间啊地点啊日期啊列在这个地方 什么机构联络的电话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纯粹去做这些的修改 然后这个空间你可以放 你可以放什么文字 你可以放图片 你可以放表格 反正就是类似像用图片预留位置做出来的 好 所以看你们要不要用这种东西 至少至少我们就先放一个简单的插入广告 我们现在教你这个广告好了 这边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点这个 例如说这样子一个内容好了 然后稍微我们学一下怎么样去把它修改 其实我们用word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子的内容 比如说把那个免费提供改成你的主题 像我的主题 比如说 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想到说 这个字的颜色 我必须要换色啦 对不对 因为建立了一个广告 那接下来这个东西 这个下面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也想要去换色 所以我们教你这里面现在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我们打的字 这我们打的字 好 第二个是下面这个物件 你看哦 当我现在点到 点到这个物件 它是包含两个 一个彩带 一个是文字 可是如果我点到字 我这样子可以单独选到字 可是我点到这个彩带 点一下 我可以单独选到这个彩带 好 例如说彩带 假设彩带 点到彩带 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图的格式 假设我就随便换 假设我想要换成这样子的颜色 那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这样放上去 这样子放上去 它的一个颜色的搭配 好 那什么叫颜色的搭配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个细节 下面是不是 黄色绿色 对不对 好 那你有没有听过 红配绿 红配绿 我们讲红配绿 是在讲那个对比色 对比 例如说假设你的背景是紫色 那你就换成黄色 这样子是成对比色 你把红成黄绿蓝变子绕一圈 你就会知道红成黄绿 红是第一个 绿是不是第四个 然后第七个是红成黄绿蓝变子 所以绕一圈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对比色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一个设定会比较适合 就是说这样就可以凸显 可是现在字不凸显 字没有凸显 我们文字方块 我们可以再去设一些格式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是亮的红色 这个是亮的红色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这个字应该放黑色还是白色 黑色就是亮配暗 又是用那个对比的观念 所以我们这边我设成黑色 这样子就会比刚刚来的醒目 这样可以大概了解 当然你可能要把它设成出题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效的设定 好那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样子是不是就有一个标题 放在这边 好请你们加个标题进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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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